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IFU Super频道,我是Mini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减肥的事情 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基础情况吧 我是1米66的身高 我目前的体重是46千克 就是从小呢,大家都会觉得我是那种完全不会胖的人 就是一直都很瘦 但其实我也有胖过 而且我有一个特别糟糕的特质就是 只要我一胖就会先胖脸 所以就会特别明显 就是比如说你只长了5斤的肉 但是就是整个脸就会 就感觉5斤的肉全部长在脸上 就感觉好像像别人胖了20斤一样 所以我就是那种不能胖 就是稍微一胖的人就会胖得很明显的那种 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种特别魔鬼式的减肥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生活习惯 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努力的养成这些生活习惯的话 就会保持自己的身材不会发胖 我是觉得花精力去养成这些生活习惯要比胖了以后 然后再去经历那些魔鬼式的瘦身过程 就是痛苦会少一点 现在我回想一下 我曾经有两个阶段是特别胖的 一个就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从以前都是在家里边生活 然后突然从家里生活变成到宿舍自己独立的生活 整个生活的规律就被完全的改变了 饮食结构啊 还有睡眠的时间啊 包括每天吃的食物 然后还有每天的饭量 还有睡眠的时间 这些整个都打破了 就重新就进入一个新的状态 那那个时候我就从43千克直接暴增到54千克 就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 就是课想而知当时就胖成什么样了 就觉得还挺可怕的 还有一个阶段呢 就是在我大学毕业准备出国留学的那段时间 其实那段时间是挺忙挺累的 因为要准备德国大使馆的一些考试 然后还要准备一些申请学校的资料 还要准备一些签证什么的 其实到处在跑 然后心也很累 但是没有瘦反而也是暴增了20多斤 就是这两个阶段 是我就是人生当中比较胖的时期 总结来说的话 我觉得就是本身的生活规律被打破了 然后就是身体可能进入到一个不太平衡的一个状态 就反而不但不会瘦 反而会胖了起来 总结一下两次的发胖经历呢 其实就是第一点我想告诉大家的 就是首先你要保持一个规律的生活状态 还有一个规律的饮食习惯 这样 所以想要保持苗条的身材呢 首先要给自己的身体打好一个基础 这样子的话减起肥来也会有事半功倍的这样的效果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说我的一些瘦身的一些习惯 就是要放慢自己的吃饭速度 这儿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容易做到的小办法 就是你每吃一口饭要嚼28下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控制你自己的吃饭速度 给胃一个时间去通知大脑说我已经满了 不需要再吃了 因为如果你吃的非常快的话就会吃到120%的饱度 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多吃了20%的食物 那20%的食物其实你根本不需要 全部都是你过多吃进去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很容易发胖 但是这个也有一个弊端 就是我吃饭太慢 每次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就会让大家等我 其实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权衡一下 第三点呢就是用一个比较小一点的餐具 你可以换一个比你现在用的晚更小一号的 如果你打算减肥的话 我也建议你先把你现在用的餐具换小一号的 这样子的话你会在一个视觉上 然后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 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吃了满满一碗饭了 但实际上你现在的饭量就是已经比之前小了很多 这样长期下来的话呢 就是你的胃也会随之慢慢的缩小 其实没有吃多少 然后就已经会觉得胃已经饱了 就不会再吃更多的东西 这样子就会慢慢的越来越瘦 那第四点呢 这一点有点难 就是只吃一日三餐不吃零食 我知道这一点真的很难做到 我也不是天生就不吃零食 也是经过强迫自己一段时间 然后才慢慢养成这样的习惯 就是只吃一天三顿饭 吃饱了以后就其他东西都不再吃了 这样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很难 也不是完全能做到 但是就一直有这个信念吧 就一直强迫自己 除了三顿饭其他都不吃 都不吃都不吃 这样子的话 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养成这种不吃零食的习惯 就是你就会对零食的欲望越来越低 然后你就会发现 其实没有零食 日子也照样能过 养成这样的习惯以后 想胖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 第五点呢 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比较好实现 就是保持自己有足够的睡眠时间 这个应该不难做到吧 你想想啊 就是说你可以用你的睡眠时间 去补充你睡前吃零食的那些时间 这样子的话 你的零食摄入量是不是也会减少一点 少吃一点多睡一点 对减肥也有好处 我曾经也看过一个科学文献 就是科学家研究了 就是不同的睡眠长度 然后发现并不是睡眠时间最少的那个人 他就是最瘦 反而他是最胖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瘦身的话 最主要就是你最好不要熬夜 这样子的话对你瘦身也是有利的 就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呢 我是每天11点睡觉 早上7点起床 这样子的话既可以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时间 又不会耽误白天的工作学习 还有娱乐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时间段是一个比较合理的 当然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整体提前一个小时 或者整体推后一个小时 这个都是可以的 第六个我的一个习惯就是买回来的吃的 尤其是零食 我不会一次性全打开 我可能会强迫自己今天我只吃这一个 然后如果我今天没吃完的话 我也不会再打开第二个哦 我会等到把这一袋零食全部吃完之后 然后再打开第二个 这样子的话就是你会减慢你吃零食的速度 然后也会减少你吃零食的量 这样的话是有助于减肥的 但是我知道这个可能对于一些人是很难做到的 比如说我身边的某位 第七个呢是我会在一些生活小细节当中 锻炼自己的肌肉 身体各部分的肌肉 尤其是腿部的 因为我很注重我的腿部线条 比如说我会在坐着的时候 只用你的屁股带坐在凳子上 然后大腿部分呢 整个其实都是悬空的 也就是说你坐在凳子前三分之一的部位 就是很少会这样子靠在凳子上 这样的话其实你不仅锻炼了你这个腰背的肌肉 然后你同时也会锻炼你自己的这个臀部和大腿部分的肌肉 如果你还要想要加强自己小腿部分的肌肉的锻炼 其实你可以坐的时候点一下你的脚尖 这样子的话其实你整个人看着是坐着的 其实你的肌肉整个就是处于一个 不是说紧绷吧 但是就是一个紧张的状态 它其实在你坐着的时候你也在燃脂 想一想是不是觉得很爽 坐着的时候就可以减肥 可以消耗你的能量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在坐电梯 但是一旦遇到要上楼梯的时候 我一般呢就会点着脚尖上楼梯 这样子脚跟部分其实也是悬空的 这样的话就可以锻炼到自己的小腿和大腿的肌肉 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挺值得分享给大家的 第八个呢是我把那些容易引起发胖的一些习惯 比如说爱躺着呀 比如说爱吃甜食呀 比如说睡前必须要吃点宵夜 这些习惯呢我都把它看作是一种瘾 那既然是瘾呢我就会努力的说服自己 让自己把这些瘾全部戒掉 但是戒瘾其实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 最后我总结了一个说服自己的方法 其实我的朋友们听了都觉得非常的变态 但是很有效 大家一般都经历过睡前 就是觉得很饿的情况吧 是不是你就会不吃点东西睡不着 必须要睡前吃点东西才行 然后很多朋友会说 哎呀我饿得睡不着呀 那通常这个时候我就会跟自己说 太棒了我今天又要饿着睡着了 又可以瘦一点了 太开心了 第九呢是我喜欢跳舞 尤其是做一些拉伸性的运动 因为本来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所以运动起来也不会觉得是专门为了去减肥那么痛苦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 你可以去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运动 不一定是为了就是做那些为了瘦身的运动 而是比如说你可能喜欢跑步 那你就去跑步 如果你喜欢跳升 那你就去跳升 如果你喜欢做仰卧起坐 那你就做仰卧起坐 其实任何一个运动都可以帮助你瘦身 都可以去消耗你的热量 关键是要让这个消耗能量的这个过程变得有趣 变得快乐一些 在这样快乐的氛围当中去减肥 其实真的一点都不痛苦 第十个呢 是我很喜欢看娱乐新闻 然后还有喜欢看fashion show 所以你每天看到那些明星啊 大家都很瘦对不对 然后看到那些明星 还有那些模特在你眼前晃的时候 你真的很难容忍自己发胖 而且呢 我最近我身边有一个 之前没有什么减肥信念的人 最近突然开始减肥了 我发现他吃饭 以前吃饭一顿饭吃四个包子 现在一顿饭只吃两个哦 然后我就在想 发生了什么才会让一个 以前从来不减肥的人 有这么大的动力去减肥 我就偷偷调查 然后发现哦 原来他现在迷上了一个idol 后来我就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就说是想让自己的形象呢 跟自己的偶像贴近一点 所以要必须要减肥才可以 所以偶像的力量还是蛮大的 当然如果你要觉得你的偶像 对你没有这么大的激励的话 那我建议你去找个男朋友 相信你就会有动力 总之呢就是给自己一个目标 不用太大 小小的就可以 只要让你今天做的比昨天好 慢慢的就可以养成一个对瘦身有帮助的生活习惯 这样子不用刻意去减肥 不用经历那些减肥的魔鬼式的训练 不用经历那些痛苦 照样也可以保持完美的身材哦 那如果你有什么有助于瘦身的一些生活习惯呢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记得帮我们点赞哦 如果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 记得点击下方的订阅 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视频了 哦对了 还要跟大家看一下我的气球 本来想要把画面布置的好看一点 结果它就掉了 最后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那我手动笔心咯 爱你们